往小琉球的交通船被浪推得不停上下摇晃 乘客像是在坐海斗船一样 被海浪晃得不惊大声尖叫 海面上海浪一波波将船只推得超高 整艘船不停上下摇晃 看起来十分惊险 屏东东流线3号因为台风被迫停驶 让许多人卡在小琉球回不来 四日一早许多游客提着大包小包返回本岛 行程全被打乱 除了回来的游客 前往小琉球的队伍仍然大排长龙 大家似乎不受台风影响 在高雄西子湾也出现许多冲浪客 趁着海浪高涨要来冲一波 而台风除了吹起大浪 高雄市区也刮起大风 直接将一颗露鼠吹倒在陆中央 多24小时待命了 台风天 对 24小时了 4号凌晨3点半 一颗巨大的露鼠不低强风吹袭 直接倒在陆中央 还压毁了许多停在路旁的机车 惨不忍睹 所幸有待命的工作人员 紧急将露鼠清除 才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实在有惊无险 记者张春华红夫人罗彩瑶 高雄屏東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我们来帮大家看 我们来帮大家看